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说它能拉到吗 怎么样 我是斌仔 带转鱼管系统们 消失已久的马力机系列 它今天又回来了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猜马力 那猜之前呢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台是点什么东西 手工团体 就是夸张的尺寸 够不够帅气 但你想象不到的是 就这么一台 市值六七万块钱的小汽车 我给它换了一套 将其四万块钱的轮毂 著名的work姿态的三片锻造 包括这枚一颗螺丝 它都是选配的呀兄弟 实话实说 就我对于旅行车 这个玩车的概念里面只有姿态 竟然跑不快 但不如玩个帅 但是这么帅气的外观之下 你肯定想象不到 这个里面到底装了个啥 我现在不是说 你们猜一猜这台车 到底能拉出来多少匹 来老机给你装马力机 好了兄弟们 我们马力机已经装完了 现在马上开始 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脑洞 大胆的猜一猜 这台马六 这个到底能拉出来多少匹 成绩图片我们放到最后了 自己去看吧 来老机干吃 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些数字全抹起来 我们就单看这个曲线 主要是看这个曲线的攀升 是否行零流水 而且这个扭力 你看打到巅峰的时候 3000转就巅峰了 真的 那台是好不好开 主要取决 主要曲线 潘因斯文这个顺畅程度怎么样 你看这条曲线 多漂亮 再看扭矩 3000转就达到了顶峰 好 最终成绩 放到最后 先你们自己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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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